大家好,我是Sandy 那这节课我们就继续来学习我们的iOS多点触控和手势识别 上一节跟大家讲了iOS触控事件的机制 那么这一节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怎么样去识别我们的这样一个识别器 手势识别器 那在iOS开发里面我们的所有的手势识别器 它其实说白了就是个类 就是个类,就是手势识别的控制类 那么这样一个类它是有一个鸡类的 继承于谁呢?继承UIGestureReconglizer 继承UIGestureReconglizer 那么为了识别它 那么我们肯定是有多种的识别方式 那同时继承了它之后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很多细分的识别方法 比方说就像我们上一节给大家讲过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有1,2,3,4,5,6,7 目前我们看到的有7种这样一个识别方法 那就包括我们什么点击啊 然后缩放啊,旋转啊,平移啊,等等等等 那这些类我们就知道 它们一定是有一些UIGesture的Reconglizer这个类 而且是什么UIGestureReconglizer的类类 对不对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想象一下 怎么样去使用它呢 怎么样是使用它 那么在我们说了 在我们IOS开发里面 在用跟UI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有两种使用方法 哪两种使用方法呢 第一就是用storyboard 至少我可以用storyboard拖一下吧 对吧,所见即所得 第二种是不是就编码来实现 好,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我给一个明明是没有 就是不继承UIControl 没有一些实践机制的这样一个UI组件 我给它加上手势识别 比方说最简单的UIView 我们先来实现一下 UIView 我们来找到这个view 就是一个最最普通的这样一个view 当然了,我给它弄小一点 给它一个背景色吧 方便看 免得到时候看花了 当然了 方便起见 我们也给它一个做一个布局 outlayout 也给它简单的弄一下 好 这个UIView 我们就给它弄好了 对 我把这也弄一下 top给它弄一下 好,这个view我就给它弄好了 弄好了之后 实际上我们是知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头是不是没有action 所以就不可能有点击事件 对不对 但是我偏要给它弄呢 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们就要用到手势识别了 对吧 gesture 我们放一个最简单的点击 好吧 我给它拖 你看 是不是可以直接拖呀 感觉 好,那我就给它直接拖到上面 怎么样 试一下 松开 好像没看出什么特别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再点中这个UIView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它叫outlet connection 也就跟它相绑定的outlet 就有一个谁啊 gesture reconclerizer了 那同时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个结构啊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个结构 这就有个tab gesture reconclerizer了 我们点中这个识别器 这个识别器 它也是有属性的呀 对不对 那这个属性呢 具体的属性 我们先不急着看 我先来看一下这儿 在它的这个outlet 这个connection这个地方 好像有一个关联的outlet connection 我通过这个 我们就来判定 它就和view关联起来了 对不对 原来这就是UIView的这样一种方式 原来这个就是UIView的一种方法呀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这种方式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呢 但是我怎么样去 就是我相当于已经绑定了 用这个时候 它是能够接收点击 对不对 但接受点击我还要进行事件处理 就是你点完了之后 我是不是要接受 就是 就是要反应啊 对不对 所以我要有一些action 对不对 要有一些action 那么action怎么样玩呢 这个我们都太熟了 我们就用storyboard 对吧 来给它弄一个action 那大家可以看 我放到这儿了之后 这上面是不是又多了一个register 对吧 好,我点中它 你看这不就是它的一个触发响应吗 action 对吧 但是这个action呢 它更多的是叫什么 triggered single single的话 我们都知道是传值的 对吧 是一个是一个场景 到另外一个场景 你现在传值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的不是它 对不对 我们要的是谁呢 是要的是这个action selector 好,我们把它选中 放过来 拖过来 好,这里用强类型 然后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吧 比方说叫mew1 sorry 这个名字起的不好 我把它删了 重新来 然后我们再来 selector mew1 tap 好,这就是点击了 但这个地方你可以用一个强类型 然后我再改一下 强类型 uigesture reconglyzer uitap tap gesture reconglyzer 好,这个时候点击了之后 我们干嘛呢 给它打个log 这就是点击的事件响应嘛 嗯 click 好,就这么简单 我们看一下 这个storyboard 是不是就把它实现了 我们运行一下 稍微有点慢 好,我们来点击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就实现了 果然如我们所想的 我现在在一个普通的uiview上面 也可以有点击事件了 这个太好了 对吧 好 关于storyboard的操作呢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下第二种 就是怎么样用programming的方式 就是用编码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实现 那我想想怎么样来做呢 那我先把它这些给删掉 我把这一块都给它删了 我不用这个东西 同理我把你相关的也给它删了 然后我把这个reconglyzer也给它删了 我不要这个东西 我只需要编码 那这个我也不要了 这个可以 这个函数可以留着 这个函数可以留着 然后呢 我现在既然要编码 我是不是到时候 我们说编码的这个实践步骤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绑定的这个过程 无论是编码还是用storyboard 我们这个步骤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一步建立手势识别器 对吧 设置它的target和action 就是action selector这个处理函数 第二个就是把这个识别器附加到视图 那当然就是我们当前这个绿色的试图 第三个是实现它的这个处理函数方法 很简单 好 那我们先给这个试图起个名字 至少要给它一个outlet吧 view1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试图 然后我们来编码吧 那在我们的viewout上面 我说第一步建立手势识别器 我们建一个什么呢 建一个re 那个gesture1 等于uitab gesturereconclyzer 那在这儿我们可以看 它有一个传参对吧 构造函数 第一个是target 我们说是它接收的主体 第二个是action 好 那我就用self吧 action呢 我就给它一个函数名说白了 那这个函数用谁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view view1tab呀 view1tab 刚才那个函数嘛 我就直接用它好了嘛 对吧 第二步呢 就是 附加手势识别器到试图 那这个怎么附加呢 那我想象一下 那肯定是view1里面有相关的方法 叫add什么什么 你看这儿有个add gesturerecognizer 添加手势 然后传入的参数 就是一个uijesturereconclyzer 好 那我就给它加进去view1tab sorry 我们看手势器叫什么 gesture1 OK 第三步是什么呢 去实现这个方法 去实现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我们已经实现了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对吧 运行一下 点击 有些小异常 是这样子的 这个异常是 不要忘了 就是我们的 不要忘了 因为这个方法 它是有参数的 对不对 它是有参数的 所以我们在这要加上冒号 加上冒号就可以了 再运行一下 点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就实现了 对不对 是不是动态 和storyboard 都非常的简单 好 这就是我们后面的 无论用什么样的 手势识别器 我们其实都是 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 相关的一个了解 那么我再稍微扩展一点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 去建立一个 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 一个视图和一个reconclyzer的 它们之间的一个关联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就拿刚才 这个storyboard来说 就拿这个storyboard来说 我现在呢 我放了一个识别器 我就直接放这 我没跟它建关联 直接放到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 这都空的 那要跟它建关联怎么办呢 方法有很多 其实无非也就是我们的control 拖出来的大法 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拖 对吧 你也可以什么 直接从这个地方来拖 对不对 好 我就直接这样拖吧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 然后或者我反过来 其实反过来拖要针对一些 把这个视图跟手势来建立一个关联 然后选中它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关联就建好了 关联就建好了 然后 那同样的 如果说你需要给它建一个 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这个selector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把这个拖到代码里面 这个我就不拖了 不演示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所以无论是怎么样 我们这个手势识别器 当时是否有直接这样子拖进来 我们都可以去操作 好 知道它的道理是在哪里就行了 那这一刻大家做一个演练 我刚才就像我这样子 做一个最最简单的识别器 这个识别器 当然我们没有用到它的一个特性 以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讲到 好 这堂课就讲到这里 好